终于有好消息要告诉大家了 这一次不是狼来的 小改款的 Corolla Autist 呢 已经确定会在下个星期在马来西亚市场发布 那么大家是不是会期待这款车呢? 今天我们就来带大家看一看 小改款的 Corolla Autist 到底改了什么 其实小改款的 Corolla Autist 在国外 尤其是欧洲市场呢 已经发布了一段时间了 不过它最近才来到这个东南亚 或者是东亚市场 例如讲台湾啊 泰国马来西亚等等 其实我们可以根据泰国官网 看到的详情就知道这款车改了什么 其实基本上没有什么改变 但是还是要跟大家讲讲它一些升级一点 例如说这一次在小改款的部分 国外版本它们是升级了一个 12.3寸的全数位化仪标 比起现在这个半数位化仪标是好看很多的 另外呢 中央的触屏主机是更换了9寸的设计 而且支援这个 Android Auto 跟 Apple CarPlay 其实这个现在也已经支援了啦 还有一个重点就是在欧洲的版本呢 它们升级到了第五代的 Toyota Hybrid System 虽然排气量还是维持了1.8公升跟2.0公升呢 但是呢 它的电机变成了第五代电机 除了体积更小之外呢 输出了动力更强 例如讲这个1.8的版本呢 它的最大马力表现就达到了138HP 目前呢 泰国使用的1.8混动版本呢 它的马力只有122HP 至于这个2.0的版本呢 它的最大马力直接提升到了186HP 可以看出这个动力表现还是不错的 那么问题来了 马来西亚版本呢 根据目前泰国已经翻售的版本呢 其实马来西亚版本大概率是不会更换引擎的 使用的还是1.8公升的这个RAW VTi 自然进行引擎 最大马力表现是139PS 或者是大概是137HP 左右 峰值扭力表现172NmP 配CVT 变速箱 我相信大家看到这边就已经会吐槽 这个动力配置已经用了 它那么久还不更换 其实我跟大家是有一样看法的 这个是不能否认啦 这个引擎确实从这个10.5代的小改款 用到11代 现在用到12代 12.5代的还在用 其实有点讲不过去啦 只是目前Toyota 把东南亚的重型放在COROLA CROSS上面 所以我们相信一直要等到COROLA CROSS的小改款车型发布之后呢 才会有机会看到这个COROLA ALTIS 更换引擎 外观设计的部分没有什么改动 但是内装的部分就有一点点的改动 根据消息指出呢 马来西亚版本的COROLA ALTIS 小改款呢 会更换一个比较好看的出屏主机 但是基本的功能还是一样的 另外呢 这个12.3寸的数位化仪表呢 本地版本应该是看不到 因为在泰国市场它只有混合动力版本才会有 而目前呢 马来西亚版本的COROLA ALTIS 是从这个泰国进口 所以理论上呢 UNW Toyota 是不会引进混合动力版本 因为没有CKD的话 就没有这个税务的减免 因此呢 我们应该还是会用这个1.8公升的自然进气引擎啦 OK 我知道你们要讲什么 可以在影片的下面留言给我知道 不过有一点我不知道算不算是好消息的东西 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在台湾跟中国市场呢 这个COROLA ALTIS 其实他们的后悬吊 已经变成了Torsion Bean 再也不是之前的Double Wishbone 可是根据我们得到的消息指出 马来西亚的版本跟泰国的版本一样 还是会继续采用这个Double Wishbone的设计 也就是讲这辆车的舒适性跟操控表现 依旧是同级顶尖之一 所以大家对于这一块是不用太担心的 另外在安全配备的部分呢 这一次这个Toyota Safety Sense的硬件 也会进行升级跟软件的调整 也就是讲它的侦测精度更好 使用场景更好 因此在安全的部分呢 这些是不用大家担心的 另外气囊的部分同样的也是有7个气囊 包括了驾驶者的西部气囊 所以安全配备我觉得还是蛮到位的 讲到这里 我相信大家的comment应该都是 不是跟以前一样都没有什么改变 现在要告诉大家一个0了 也就是这个GR Sport的版本呢 确定引进马来西亚市场 请大家欢呼尖叫 这个GR Sport版本跟以前的TRD不大一样啦 以前的TRD基本上就是给你一个 比较好看的轮圈 然后给你一个运动的空力套件 就这样 但是这次GR Sport呢 原厂采用了不一样的策略 也就是讲除了有body kit之外呢 它们的悬吊设定也会进行重新的调校 我相信在座的各位 如果是开过12代的Corona Autist呢 动力你应该会吐槽 但是它的操控表现 你应该会觉得它很好 尤其是我自己开过这台车去跑云云呢 我真的觉得它的操控表现 真的是目前同级里面呢 它就算不是第一名 它最起码也是前三名 你要知道 其实C Segment还是有很多车款可以选择的 但是它的排名真的是很前面 因为这个Double Wishbone 跟TNGA的搭配是真的很好 如果说原厂在这个操控呢 进一步升级的话 这辆车的操控表现会更出色 而且根据之前的Vios GRX 还有Corona Tross GRX 甚至是Hilus GRX 都好呢 它们确实都有在悬吊做出一些运动化的调整 所以我个人还是蛮期待 这个Corona Autist的GR Sport版本 操控表现会有多好 我一直以来都是Corona Autist的大粉丝之一 这一次我真的非常的期待 不过这个价钱的部分嘛 嗯... 大家都知道现在麻痹一直掉 然后原料也涨价 所以新车发布都难免会期价一点点啦 根据消息之处 Corona Autist的G版本、E版本 还有GRX版本都会涨价 其中GRX版本的价格突破15万令吉 我不知道大家接受不接受得到这个价钱 所以我也不comment 不过要告诉大家的是 虽然讲这一代的Altist 在路上的能见度比起前几代少了很多 可是根据我们拿到这个JBJ的速册数据支出呢 这台车每个月还是可以卖两到三百台 你可能觉得两到三百台不多 可是两到三百台呢 基本上就是马来西亚C Segment Sedan的第二名了 第一名我不用讲大家都知道是谁 它就是CV OK啦 这个影片讲完之后 我相信吐槽的人一定很多的 下面的comment 我不需要去读 我都知道会有怎样的comment的 可是不能够否认啦 Corona Autist的作为Toyota 在全世界很重要的车款之一呢 这一次呢 小改款虽然没有惊喜 但是它还是可以抓住原本的消费群 就是相信Toyota耐用程度的消费者 还有喜欢Toyota舒适性的消费者 不知道你是属于哪一种消费者呢 可以在这个影片的下面留言跟我们讨论一下啦 好啦 我是Ivan 如果想要知道更多 关于Corona Autist小改款的消息 记得下个礼拜留守我们的Facebook 还有我们的网站 我们会第一时间更新消息 我们下一次见 拜拜